阿徐, 我今天穿你送給我的衣服出塵 人人都說我從來都沒那麼英俊 如果不戴眼鏡 整個好像香港電影明星張英那樣 當然, 我早就求你了 這套衣服很合你身 你又不要錢, 我怎麼好意思 阿金醫生, 你不嫌棄就好了 最近很多國軍部隊經到這裡 有些人給了錢, 做好衣服 還沒來得及撤裸, 部隊就開走了 聽說這套衣服的主人 就在前方惹了什麼霍亂, 沒了 我做過純粹人情 多謝你 你幹什麼?你撤裂吧 糟了…到處都沒有車 幹什麼?什麼事? 金醫生遇到你就好了 我們有個姐妹在裡面自殺 好, 讓我進去看看 來…拿水來… 來吧… 行不行的?你千萬別死在這裡 大家禮事沒人幫忙 扭…扭得多多… 金醫生, 他吃了一瓶安眠藥 不怕, 已經搞了很多了 來…多喝點水 芳芳, 芳芳, 你醒醒 金醫生在救你 你千萬別自己放棄 放棄就沒人幫得到你了 你拿點水來怎樣… 芳芳, 你要起來… 要死就跳海珠橋嘛, 賀人吃藥 真是類似街坊 來, 扶他起來走 芳芳 你死去走就不會回家了 你千萬別睡了 來, 芳芳 走吧 怎麼樣?你怎麼樣? 你們幹嘛要救我? 金芳我又在四六一跳了 芳芳姑娘, 你怎麼這麼想不開呢 是這樣的, 金醫生 是一個路過的軍官弄得芳芳這樣 最近我們母廳 也有很多外省來的軍官 來我們母廳到醉生夢死 你真是想死人嗎? 其中有一個勝出的人長 賜著自己立國的軍官 又救過他師長的命 有人撐腰就橫行霸道 什麼都不放在眼裡頭 進來我們母廳 就動動就發脾氣鬧事 我來了, 快點找我來 快點把好東西過來 那天他碰到你 行… 阿芳…過來… 芳芳是我們這裡最年輕的舞女 跟大部分姐妹一樣 為了生計, 她只好出來當舞女 誰知道她入行無奈 就遇到這個催年長 當晚她不管芳芳願不願意 強行賣光芳的鐘 你的… 逼她出門陪伴 這個, 我的, 拜拜 催年長… 芳芳姐, 芳芳姐 芳芳哥, 你快點跟著 你也出門長, 你快點… 跟我回去… 芳芳姐, 不好意思 我失望了, 閘閘 給我分 縮起來, 走開… 走 走… 那晚我們也沒辦法幫芳芳 只好翌日早上去酒店接她回來 別忘了 本來以為芳芳受了一晚苦之後 事情就這樣算了, 怎麼知道… 芳芳姐, 七年長 怎麼這樣對 有事, 你趁我去做翻天, 是不是 不是, 我們想來看看芳芳 看看芳芳, 我昨晚剛剛跟她玩得開心 失機一無神叫我回屯部開戶海盜天光 芳芳, 你哭什麼?我怎麼沒有打你 是, 晨曆流流, 哭壞了 七年長, 你不用生氣 今晚做開心貨 是呀, 好, 我靠足精神 今晚去你, 我儲三姨太 誰是三姨太? 芳芳, 你這個姑娘幫忙 越看越喜歡, 你跟著我, 好不好 以後我去哪裡, 你就陪我打到哪裡 不要, 我不想, 我求求你放過我 放過你, 我崔蓮掌看對的女人 沒誰敢說說不來 好, 要不就留人, 要不就留命 崔蓮掌, 別嚇她了 她小女兒不認識世界 不如我帶她回去好好勸她 對呀 大連長, 我查過這個女兒 她有個大哥叫小鹿 是我們聯隊綜琴的那邊 綜琴武兵? 對呀 這樣就對了, 你聽著 你大哥是跟著我, 享受榮華富貴 還是馬上調去前線 幫我擋子彈就看你了? 不要呀, 不要威懶我大哥 吳威懶也行 譚老闆, 你們兩個馬上帶她回去 準備一下 今晚我就來天上人間, 草兒太了 是呀… 這件衣服是阿崔蓮掌派人送來的 快換掉它吧, 等著它來接你 釘哥, 我真的不想跟著它 不如你替我求求初年長好不好 阿鳳, 你進龍瓦多久 實在這時候你最幫得我 我也捨不得你走的 但你知道, 那個初年長 壞一條壞的 他們的軍人要怎樣就怎樣 你也知道了, 我們有什麼符合 如果搞不好, 我的身家性命財產 他要掃清採料汁 芳芳, 不如你逼一逼, 出酒吧 我不能逃, 如果一走 他們肯定會為難我大哥 你知道, 像春年長這樣一天 在軍營裡面弄死個兵 好像練死靜矮那麼容易 好想我們什麼都幫不了, 用什麼手 有了 怎麼幫, 她都說得明白了 總之你快點去搞定這件事 那就大家都安心了 芳芳,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有什麼打算, 做得隨君夫人 嚇死如香就是我最後的結局 你千萬別這麼想, 或者有轉機 總之呢? 對呀, 煮完就吃了 或者你的腳頭好, 旺夫 以後再做個團養太太來探望你 丙哥 別說那些了, 總之快點換掉它 晚點春年長會來接人, 是不是? 過了今晚, 我們就大家安心安心 就這樣吃下去吧 行, 乾乾淨淨淨, 我以後都不用你的花 很快, 丙哥接到那個催年長的電話 說很快就到了 芳芳… 芳芳芳, 換好衣服了沒有? 怎麼這麼久? 芳芳 鎖住門? 芳芳, 還是沒人認? 糟了, 不對勁 剛achten那種電話 你真有反על那麼有反 알 啊, 恢復帶, 顏復帥 可 MATT 因為事十多… 貘芳的自然, 好不了 阿ätzen阿 zie, 在有些馬 south 一定要過了 被帶 prices普通蹈爺, 一定中廢 那會子有個牌去哪補 翠蓮掌少了一口氣 他就不會連累,不會為難我大哥 他叫翠蓮掌來拿人 我不是,打死我也不是 我求求你,大帝 你再不出去 翠蓮掌把我們的武艇 哪有打把場的,快點 榮哥,不如我再出去求求他 你…行不行 不是…快點跟我出去 冰叔,你不要緊拘捕他 他剛剛醒了,很虛弱 來…你快點喝點水,喝點水會好一點 來… 你聽我說 你不要妨礙了… 出來走,你聽我說 芳芳真的有點不舒服,不如… 不什麼事…你摸自己的 是不是要我綁著他抬上花轎 不是 走開… 走開 你一定要喝下去才行 打…打…打…打擾了,打擾了… 你不是真的肯定嗎? 那…當然了,我在武廳演員工作了那麼多年 見過那麼多人 這個客人真的很有來頭 連長, 如果是真的, 不能動他 走 沒事了… 怎麼樣… 他前連長走了? 怎麼這麼順利? 你有沒有跟他說過什麼? 為什麼他見到金醫生就疾了?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我 那個崔連長當自己認識你的 認識我? 是呀, 他以為你是李中仁 在廣東軍部做高官的一個堂弟 說我是李中仁的堂弟, 這麼搞笑? 是呀, 那個崔連長說 只是在酒會上遠遠見過你一面 但想不到今晚在母廳又見到你 早就聽說你整天在母廳玩耍 他今晚見到你, 和芳芳在這裡開心 所以他就不想上來打擾你 對了, 芳芳, 你不用怕了 起碼今晚沒事了 那就是說我今晚不用跟他走 是呀, 全靠他認錯了金醫生 別搞這種事了 我跟崔連長說清楚了 炳哥, 我已經跟崔連長說了 說連你也覺得這個客人很有來頭 但也懷疑他是不是李中仁的堂弟 不過我們不敢問他而已 阿萍, 你只是加上擺我上桌子 那不然怎麼樣 現在這種情形當然是打邪隨棍上 等崔連長打算有個高官來我們母廳玩 那他肯定不會跟高官爭的 那就等他一直誤會下去 等到他知道部隊離開了廣州 芳芳就沒事了 如果真的這樣就好了 金醫生, 這次真是謝謝你 不…不…如果知道我不是的話 我有多少小子的名字陪他們玩 金醫生, 不用… 你們別傻得這麼天真 你以為出連長那麼容易騙 明天回去想想想不對勁 反過來還說我們夾粉騙他 對呀, 我們死定了 我真是被你們兩個害死 不, 他認錯他的事 我又沒認過什麼大官 芳芳姑娘,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金醫生… 又要我今晚裝鬼裝馬去母廳? 一定穿布了 現在只有你才能幫到芳芳 對了, 你可人做到底 信佛信到西 如果那個姓崔的一直誤會 我是你的傷好 他就不會為難我了 芳芳姑娘, 我也很想幫得到你 但不是每晚這麼幸運的 金醫生, 以他這種小軍官 他是不敢在高官面前放肆的 你們說我似乎是離高官 可以鎮得住那個崔蓮掌, 是嗎? 其實我自己也無法騙我自己 我連他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都沒見過, 怎麼幫你呢? 那個崔蓮掌也是遠遠地看過他一面 只要你擺出一副高官的樣子 他不會盲通通地上來 證實你的真實身分 就由他猜猜猜猜猜猜, 越猜就越順 說不定, 芳芳可以就這樣過了骨 怎麼這麼容易呢? 到時候穿了布, 那些軍佬開起槍來 連爸爸也不理 那倒是, 平常相逢 我都沒理由要金醫生為我無緣無敵 金醫生, 我求求你, 你就幫幫芳芳吧 算了, 平姐, 金醫生她也要生活 也要賺錢, 我的命就是這樣 別餵女人了, 走吧 這條手鏈是剛才那個姑娘跌倒的 聽起來, 這個姑娘真的很可憐 很需要你幫她 對, 這件事我不知道頭貢尾 實際是不是很棘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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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只不听话呢? 我突然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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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是作狗, 你這麼聰明 你們懂得睡覺的 金醫生, 你幫芳芳收拾手簾沒用 你幫芳芳收拾一條命 只要你再扮那位大官一切 這次就可以救芳芳的命 你做醫生, 醫病救人 又不是為了救人的命嗎? 接新娘 接新娘 乾杯… 好可憐 唐老闆 芳芳要出去嗎? 我講過今天晚上一定來紅腸的 不好意思, 李先生 老闆最近很忙, 雖然忘了 好可憐, 你買了芳芳的鐘 唐老闆 這位就是你經常提起的李先生, 是嗎? 是呀, 是呀, 還是我壞了 最近忘了一頭, 忘了李先生的交代 怎麼樣? 我李某人交代過的不算數嗎? 芳芳 李先生, 你先別生氣了 你這麼多事沒來, 我以為你忘了芳芳 你是哪一部份的? 十八軍二十三師 我們鄭司長… 是, 你們鄭司長 問問他認不認識我 肯老闆, 周大班 拿我的美酒來, 開房 七零酒 是呀, 我們走 豈有此理…激死我 搬路殺出情咬金 這碟東西是不是這麼難入口 臉長, 你確定那天是那個姓李的? 之前隔很遠看見他 這次這麼近見面, 他是有七八分尺 但是又不是刺到十足 會不會不是那個李先生? 他上邊下來玩的人 就不敢這麼高調地躲起來 你說如果我貿貿然去證實 有什麼冒犯了他的話呢? 成生偽的兄弟 我早就知道這個混蛋 喜歡微服出秦, 沉香烈焰 你偏偏他就要看見我喜歡的女人 這麼高的官 又怎會對一個母女這麼認真? 阿蓮長, 橫店上道還要半個月才出發 橫店過幾天他又玩鹽, 走人 到時芳芳就是你的 我看對的東西吃不到口 我就哭哭的 好, 我就拿這半個月跟他練過 橫店一來以往跟他熟了 不過你還能攀到個高官軍系嗎? 順便吧, 我要看他是真神還是假鬼 走 那翠年將終於走了 你這麼辛苦 你幹什麼… 沒事, 緊張過後我腳軟而已 阿平, 什麼事? 怎麼這麼緊張? 我偷聽到那個崔蓮長的部隊 要推遲半個月才離開 還有, 那個崔蓮長 開始懷疑金醫生的真正身分 半個月? 這次你不成喊事了 如果這半個月久 他每晚都來這裡 那你怎麼騙得這麼久呢? 一定最壞是你 對, 還是怪我 不行, 硬來, 現在被人思議 還連累你們 哪關你事, 一天最壞都是我 早點死了他就不用擂雞芳了 那倒是呀, 那倒是呀 你們鎮定點吧, 這件事還可以抬 現在那個崔蓮長 只是懷疑金醫生的身分而已 他也沒有肯定 只要在這半個月裡 金醫生扮成李高官的樣子 這樣芳芳有得救了 大家都平安無事 話說回來 幸好我見過那個李高官一面 那些人金醫生的樣子有點幾分像他 那就行了,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把金醫生在短時間之內 訓練成一個尋歡作樂的國軍高官 至少是最重要的 敵人的消息 是在這裏 說得很大 也沒有錢 這次的糟糕 就順便了 太多了 不是, 你知道了 這次的糟糕 你全都喜歡 我們一人的糟糕 這次的糟糕 我們現在是不到 糟糕 我們現在的糟糕 糕 但是這幾位要拿完 以前不斷用廢物的ед金 上水果的 這是我的 我自己是 organized的 做完的 我猜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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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不猜 金醫生 拿酒杯 你一定要這樣拿著手托著喝才行 如果你這樣拿著 一看就知道不是經常出來玩的人 來 來,請 金醫生,要小口喝 你這樣一滑進去,那怎麼行? 不好意思,我剛才跳舞跳到 口渴就喝光了 金醫生的牛肌貓丹,灑水凍西餐 還好說 你現在給金醫生試茶水,怎麼行? 應該開一瓶真酒 讓金醫生感受一下才行 不是嘛,這麼重的? 難道你想一個催年長 懂得穿金醫生假扮? 你為了節省點酒 送了整間舞廳給人渡把牆 好嗎?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你搞定它了 金醫生,我這裡有幾種不同的酒 我現在就教你怎麼去品酒 你別看那個催年長 看起來好像一個粗人一樣 但是他每次來我們都很懂得點酒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你是一個很熟行的人才行 你… 我去問你 你不就… 中國人的石頭 還要來小艘 類似的姐夫 牠們的工夫 不等於一些關門 我們習慣了 你看我走 隔夜 也沒有 我看你 你已經是多了 我們去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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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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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說形象 我們兄弟今晚在這裡可以生歐歐動 在這裡喝一口酒開心一下 明天死在沙場被人砍幾輪 怎麼說形象? 怎麼及你們高貴人這麼有形象? 好,快人快語,說得好 南老闆,拿好酒吧 來… 葡萄、梅酒、夜光碑 夜飲琵琶馬上吹 醉勿沙場,君莫笑 勿來征戰,紀人輝 崔連長 由你們為我起身沙場 方寶黨國太拼盛司 來,各位兄弟 我來敬你們一杯 這一杯不單是敬你們的 也是敬遠復沙場 馬閣果施的勇士啊 李某不才 也替蔣委員長 替我長兄立中原將軍 替黨國敬各位英雄 為黨國領命 為蔣委員長 立正軍馬首師同 好 預祝你們馬到成功 不成功便成人 李先生, 崔某行雲在廣州地下遇到你這位貴人 以後請多多提攜 有些做得不對的包涵… 真英雄, 真姓情, 我明白 是…以後請李先生多多提攜 好啊… 不過如果你們玩得過頭的 破壞了我唐兄為廣東爭取的特殊政策 上頭怪罪了你 我要幫你們, 都愛忘了能助的 請李先生指教 蔣委員長 要求戰亂時期 全國盡子應歌厭禮 我唐兄, 申知廣東農府匯職 特向中央申報特殊政策 江委員長 特批廣東可以充開五天和酒吧 允許你們在修正此間可以贏格厭禮 沒錯… 沒錯, 小弟在外地的時候 聽到廣州的勁歌焰霧 傳賴我們李將軍為廣東爭取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 萬一你驚動了中央 中央取消了特殊政策, 怪罪下來 你們這樣做 不就是跟中央對抗, 跟廣東對抗? 你們是英雄, 是嗎? 所以在你這種小小的無聽, 值得嗎? 謝謝李先生, 我們真是粗人 謝謝… 不用客氣 有病靠自己 我經常這樣對病人說 病人? 沒錯… 本人非常非常推崇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念 一有病就要靠醫生 國家有難就要靠軍人 軍人有錯就等於有病就要用紀律來醫 對嗎? 高, 崔某受教 好了, 我來做國主 譚老闆, 向各位敬一杯 向崔連長道歉, 招呼不周 好… 崔連長, 你英雄大量, 不計較 今天就大家交個朋友, 怎麼有? 好, 我老脆都是爽快人 喝過這杯酒之後 我和你天上人間的恩怨就一筆吵笑 好嗎?我還可以保證 只要我在廣州一天 我不會再來找你麻煩 也沒有人敢來找你麻煩 謝謝… 乾杯… 好… 勝利… 來…生意興隆 謝謝… 金醫生 金醫生, 吃飯了 謝謝… 不用, 讓我來 有沒有消息? 現在也沒有什麼消息 不過那個崔連長 真的不敢來我們天上人家 沒有聽搞事了 金醫生, 為了幫芳芳 真的難為了你 話說回來, 事情已經過了 但是假的始終都是假的 我怕他識穿這件事以後 來過回馬槍 那我就敗家躲在那裡 就是了, 也不知道要避免到什麼時候 金醫生, 你不用再躲起來了 強哥說 崔連長的部隊拘捕到雲南 真的沒有雷公那麼遠 那就好了… 是呀… 你不用再躲起來了 好… 對了, 芳芳 不如我們一起幫金醫生收拾東西 快點… 不… 他們可以收拾 怎麼了… 有件事我很想問你 問什麼? 你躲起來經常跟芳芳一起 孤男掛女乾柴烈火 過河也沒有濕腳 我幫你解圍 這麼角也行的你, 這樣也行的 金醫生, 你幹嘛這麼緊張 阿炳哥, 只是耍你 你呢? 坦老闆, 你好 你不怕我離交官撐給你?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